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少年汉尼拔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如何把一个魅控变成食人魔的故事 影片的开头是男主角汉尼拔一家为了躲避战争 搬家来到离人住所不远的小木屋 但平静日子没过多久 这天门前来了一辆俄罗斯坦克 不久又出现了一架德国轰炸机 俄罗斯坦克和德国轰炸机开始射击 汉尼拔父亲死在了枪雨中 而汉尼拔的其他亲人们死在了随后坦克和轰炸机相撞产生的大爆炸中 一瞬间汉尼拔只剩下米莎与他相依为命 但悲剧还在继续 不久后几个掠夺兵闯入了汉尼拔家里 掠夺兵们饥肠碌碌 他们把米莎抓走给煮了吃了 而汉尼拔因为是男主所以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八年后汉尼拔作为孤儿 住在了用他原本的家改成的孤儿院里 米莎的死成为了汉尼拔每晚的噩梦 加上汉尼拔在孤儿院老是被欺负 所以汉尼拔偷了抽屉里的信件之后就跑了 汉尼拔仗着男主光环突破了边境防守 找到了他的婶婶子夫人 子夫人对汉尼拔很温柔 教他很多东西 汉尼拔因为子夫人的出现 生活开始变得好了起来 他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子夫人 所以当他看到屠夫调戏子夫人 就在一个缝和日历的日子里把他给杀了 而汉尼拔在接受调查时 第一次显现出杀人魔的冷血 连测谎仪都测不出来 他在说谎 后来子夫人和汉尼拔迁到巴黎 汉尼拔成为了巴黎某医学院的学生 他在学校里接触并且学习有关人体的知识 也在不断地寻找杀害米莎的凶手 这天汉尼拔坐车回到小木屋 他在废墟中找到了许多米莎的遗物 以及凶手的名牌 这时一直尾随汉尼拔的凶手之一 多特里希出现了 但被汉尼拔秒杀 汉尼拔把多特里希绑在树上 勒住脖子 并套取了其他凶手的信息 最后汉尼拔把多特里希杀了 并吃了他的脸 回到巴黎后 汉尼拔继续寻找其他凶手 比如科纳斯 这样当初杀害米莎的凶手们都知道 汉尼拔回来复仇了 带头的格鲁塔斯 让米尔科找到汉尼拔并杀了他 但是汉尼拔依然仗着主角光环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米尔科给干掉了 而且面对突然来访的警察也面不改色 子夫人不想看见汉尼拔一直错下去 但是汉尼拔表示自己不能停下来 汉尼拔通过藏在送钢琴给格鲁塔斯的车里 进入到了格鲁塔斯的房子 格鲁塔斯是个比其他凶手都还要凶恶的人 所以汉尼拔没能秒杀他 最后利用自己弄的引爆装置逃脱了 但是汉尼拔回到子夫人住处时 却发现子夫人被格鲁塔斯抓走了 在电话里 她听见子夫人让她听见的鸟叫声后 知道子夫人正在科纳斯的饭店里 于是汉尼拔立刻找到了科纳斯 汉尼拔从科纳斯处知道了 子夫人被转移的地点之后 秒杀了科纳斯 汉尼拔来到格鲁塔斯的藏身地点 刚进门就被格鲁塔斯射中 可是汉尼拔是谁呀 她可是男主角呀 汉尼拔根本没中枪 她趁格鲁塔斯不注意 拿替她挡了子弹的刀 割伤了格鲁塔斯的腿 套出下一个仇人的地点后 开始用刀割格鲁塔斯的皮肤 子夫人劝汉尼拔放下 汉尼拔拒绝了 子夫人感到很伤心便走了 即便是听到了汉尼拔的表白 因为汉尼拔的心里恐怕除了复仇就是复仇了 汉尼拔把格鲁塔斯的脸给吃了之后 继续前往下一个凶手处 继续她的复仇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